大概有60%到80%的孩子出现过中耳炎 这就跟大家的理解有所不同了 很多人认为我一定要出现耳朵疼 或者耳朵流水 这才是中耳炎 那么孩子既没有说过耳朵疼 也没有出现过耳朵流水 那怎么就得了中耳炎呢 这是跟儿童的中耳的解剖特点 包括儿童这个年龄段 对于一些疾病的反应和成人不同有关 一部分的儿童 在急性化农性中耳炎的早期会出现耳痛 但是过了这个急性期 中耳的炎症没有消退 或者是还有一部分孩子 早期并不是一个化农性 而是非化农性的 单纯的中耳肌炎 那么就没有耳痛的症状 还有一个就是在骨膜完整的情况下 不管是哪种中耳炎 都不会出现耳朵的流水 中耳炎的典型症状 在成年人来讲 最典型最关键的一个症状 就是一个耳闷毒感 或者是一个听力下降 有的人会明确的描述 我这个听力下降 或者有些人只是说 觉得耳闷耳朵 听声音不清楚 而儿童呢 对于这个耳闷耳朵 听力下降这个 这个感受描述是不清的 很多孩子是表达不出来 这样的一个症状 所以说呢 儿童的中耳炎 很容易被忽略 那么这个儿童的中耳炎 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 大家和现在的家长 因为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 并没有接触过相关的东西 头一次听说孩子得了中耳炎 觉得很恐惧 而且尤其是医生 在交代病情的时候 提到了说会对听力有影响 搞得大家会非常的紧张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是这样 儿童的中耳炎出现 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前面我们说了 那么它的自然恢复 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这一点大家先稍安悟躁 因为大多数的孩子 是可以康复的 通过药物治疗 或者甚至是有些症状 比较轻微的孩子 即便不做任何处理 在上呼吸道感染缓解以后 中耳炎是属于 上呼吸道感染的 其中一个部分 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 这在儿童也是跟成人不同的 成人的中耳炎 可以是一个局限性的单独疾病 仅仅表现为中耳炎 而儿童常常是 在上呼吸道感染 出现有鼻动炎 鼻动体炎 甚至整个呼吸道 包括有支气管炎 肺炎的情况下 出现中耳炎 它是一个呼吸道疾病的 其中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说在整体的呼吸道疾病 康复以后 中耳炎多数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那么中耳炎对听力 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儿童的中耳炎 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出现中耳肌液 出现骨膜窗孔的概率比较少 单纯的中耳肌液 它是影响声音在中耳的传导 并不会影响我们内耳的神经功能 这个机械只要消退了 听力就会恢复到之前 并不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变化 即便退一步讲 就算这个骨膜窗孔了 后期这个骨膜只要预和好 听力也基本上会恢复到正常 所以大家对这个中耳炎 不要太焦虑了 少部分孩子啊 有这个严重的现象体肥大 需要通过手术治疗 切除现象体 对骨膜进行质管 排除肌液 也可以恢复到之前 所以说呢 这个儿童的中耳炎